香港媒體大亨、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等10名民主派人士 因組織接同參與2019年10月1日舉行的一次未經批准集結 5月28日被香港區域法院判監14至18個月 黎智英等10人之前承認在2019年中國國慶日組織參與未獲批准集會 香港法院在星期五宣布判刑結果 除黎智英之外、楊森、何秀蘭、吳文婉、蔡耀昌、善仲佳等 都被判監禁14個月 其中蔡耀昌和善仲佳減逆兩年 李卓人、梁國雄、何俊仁及陳浩活4人被判監禁18個月 黎智英自去年12月因被控國家安全相關指控被拒絕保釋 而他一直在監獄服刑 根據2020年通過的《香港國安法》 黎智英面臨3項指控 包括與外國勾結 黎智英在一再被逮捕 已引起西方政府及國際人權組織的批評 他們對全球金融中心自由度下降感到擔憂 包括言論自由及集會自由 北京即將他稱作為叛徒及反華煽動者 大部分的批評 我們在這間公司的批評 已經看在這間公司的批評 感谢观看